我们开始来进入第二章第四小节 叫隐含数以及参数方程求导数 首先参数方程这个地方 数三不考可以滑掉了 数三是不要参数方程的 所以作为数三只有一个叫隐含数的导数 那么什么是隐含数 我们第一天也讲了 就是由一个方程能确定一个函数 那这个这种函数都叫隐含数 对不对 那比如说Y等于YX 这是Y是X的函数 这个函数由这个方程所确定 我们称这种函数叫隐含数 那问题来了 我怎么求它的导数 那你想一想 这种方程你可能有些人说 老师我从这个方程中解除Y 那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很难解出来的 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找到一个一般性的方法 对这种函数求导数呢 可以怎么办 做法就是这样来 大家在方程两端直接对X的求导 这个地方注意 Y是X的函数 就是Y不是Y Y跟X有关 然后呢 从中帮我解除导数即可 所以一句话隐含数求导数 就是方程两端直接求 然后解方程就行了 比如我们通过一个实例看一下 大家把书翻到101 立一这个题号 立一 说由方程确定了一个函数 大家看 EY加XY等于E 这个方程中 这个方程 是不是只有X和谁 是不是X和Y呀 有两个量 那么人家说了 这个方程确定谁是谁的函数 是不是确定了我的Y是X的函数吧 到底怎么确定的 那你想 如果X取0 那Y就是几呀 你比如说X取0 X如果取0的话 就对着只有一个Y了 X取0 Y只能取谁 Y是不是只能取1呀 对不对 他们一定有对应关系 那你再比如X取1 那Y取几 那你X取1 这它是不是有一个Y的值呀 但是Y是谁 我们不好解出来 但我们也知道 它肯定有一个Y给它对应 出来呀 所以 这个方程 就隐含着 X是这个Y的 这个Y是X的函数 好 那么想求导数 求Y1比较 以及Y2比较0 求Y1比较是我们101页利益 求Y2比较0是谁呢 求Y2比较0是123页的第11题 找到 总习题二 123页 123页总习题二的第11个习题 就是求Y2比较0 这是两个题 我放在一起了 好 首先我们求1接到 那么求隐含着的导数 一句话 方程两端 直接求导数 来吧 方程两端直接求导 那于是第一件事情 直接求导 那么EY求导是谁 还是EY吧 但是别忘了 Y是谁 Y是X的函数 所以再来个谁呀 Y1比较 再加 后面两项相乘 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再加 前面不动 来个谁呀 后面的导数 再来个 前面不要动 来个后面的导数 那么E9导是0 所以没有了 就是等于0嘛 对吧 所以解得 大家看 解得Y1比较等于谁呀 解得Y1比较 整理一下 那么最终 我们这个给一下看 解得Y1比较 应该是等于 负Y 负Y 再除上一个X 再加个谁呢 是不是再加个EY呀 这不就解完了吗 这就连E接到呀 也可以怎么写呢 也可以写成这个答案 也可以这样写哈 负号保留 Y保留 X保留 把EY写成谁 EY 是不是也能写成这个 E再减个XY吧 也可以 这叫什么呢 这叫用原方程去化解 那大家看 在这个方程中 EY就是谁 EY 那你看吧 这个EY 是不是就是这个 E-XY吧 这个答案也对哈 这叫用原方程去化解的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阶岛有了 然后呢 还得求什么呀 还得求 我的二阶岛 当然是0这个点的二阶岛哈 那么二阶岛自然简单了 二阶岛 是不是一阶岛再求岛呀 于是我们来 二阶岛就是一阶岛再求岛 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在这个 原来的这个方程中再求岛 你也可以选择对谁呢 是不是对一阶岛再去求岛吧 是不是都可以呀 比如 我们对一阶岛再求岛就是二阶岛 那怎么办呀 那显然我的二阶岛就是谁呀 看这贝 是不是一阶岛再求岛呀 所以就是负的 是不是上面九岛下面不要动啊 那么上面九岛那就是Y 下面不要动 那就是X再加 EY 对不对呀 再解 上面不要动 下面九岛 那就是一加上EY 再来个谁呀 YY 再出个谁呀 是不是 再出上一个下面X 加上一个EY 的平方 是不是这件事情啊 好 那要求谁呀 要求零点的二阶岛 那你看 得干什么呢 哦 我们是不是得找出来 零这个点的值呀 那大家想看 由这个地方 啊 由原方程 大家看看 并且这个X等于零时 X等于零 告诉我Y等于几 看原方程 如果X的取零的话 那Y是不是取一呀 Y取一 还有Y一扯取几 看 X取零 Y是一 Y是一的话呢 这就是几类呀 X的取零 这是零 Y取一 那就是谁呀 负的 是不是一出个一呀 都有了 所以啊 那雇 我的二阶岛 到底多少 当然是零点的二阶岛 那么零点二阶岛 往里带下 往里带一下 这个数 我们看看 那么一阶岛是多少 一阶岛是这个负的 一分之一 对吧 这个地方来个负的 我往下写一写 所以最终 我们求得 Y2 三匹零应该是等于负号保留 上面来个Y一匹 来个负的一分之一 然后呢 X加一 YX是零 X是零 那来个谁呢 再乘个一 对吧 这是第一项 然后呢 再减Y是多少 Y是一 不要了 那就是一再加个一Y 一Y是多少 一Y就是一 对吧 然后Y一匹是谁 Y一匹是不是负的一 除个一吧 这种东西哈 再除以下面 下面那是X X是零 不要了 EY 那么EY就是一 那就来个谁呀 E的平 这个E的什么呀 E的平方 是不是个家伙呀 所以最终 那整理一下 那这是来个负一 对吧 真的有个负一 这有个负一 然后呢 这还有个负一 这变成谁了呀 这就整体变成负二了 负二呢 真的还有个谁呀 E 这个E和这个E 是不是抵较了呀 是不是一减一 没有了呀 所以这是零 后面这是个零 不要了 就是谁呀 负负得正 就是E的平方分之一嘛 所以最终就是 E除个E的平方 说完了 这就是求二接岛呀 所以就是一接岛 再求岛 得二接岛嘛 也没有什么麻烦的 这就是隐含数求岛 方程两端 直接求 然后解方程 好 这是例一 我们结束了 然后翻过来 102亿 再看看例三 102亿有个例三 这是椭圆 求曲线 在这个点的什么呀 切线方程 好了 求切线方程 还得求斜率 斜率就是岛数 于是来 方程两段直接求岛数 直接求岛 前面就是谁了呀 前面是不是来个对X的求岛 那就是8分之1X 再加个谁呀 是不是再加个9分之2Y 还要来个谁 是不是来个Y1谁呀 是不是要等于1呀 啊 这个道理吧 方程两端 直接求岛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方程 然后呢 带入谁 啊 带入X要取的这个2 那Y呢 要取2分之3倍的根号3 啊 带入他 那带入他的话呢 我们得到谁呀 带入他 我们会得到这个导数 带入他 那么则导数是多少 则Y1那就是几类呢 把他们都带进来 Y1X的取二 Y是2分之3 2分之3根号3 所以这就是负的4分之 再来个根号3 哎 那于是切线方程不就有了吗 读做Y减Y0 2分之3倍的根号3 等于K倍的 负4分之根号3 然后呢 那是X减个R 这就是切线方程吗 最终我们整合一下 也计 切线方程叫根号3X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4Y 4Y 然后呢 再就等于这个8倍的根号3 啊 这是隐含数 求切线方程 也很简单哈 就是一句话 两端直接求 好 关于隐含数 我们就暂时说到此处 然后来 复习第二个 叫参数方程求导数 那这个地方我说了 数3是不要的 所以数3不用管这个话题了 来 我们往后翻 翻到104页到105页 那么参数方程怎么求导数呢 也就是一句话 看看 如果Y等于YX 是由一个参数方程所确定来的 这里面 翻和口三都可导 且翻的导不是零 立即开始备 参数方程的导 Y的导数 等于Y对T求导 除上X对T求导 把这个公式直接背下来 它的推导 在105页游 我们不再推了 而是直接用 一句话 参数方程的导数 等于Y对T的导 除上X对T的导 我多问一下 这个Y指的是Y对谁求导 是Y对谁呀 它是指的 DY出谁呀 DY比DX 它是指的对X求导 对X求导 这是这个Y的含义 那就是说参数方程 对X求导 那就是Y对T求 除上X对T求 这就是公式呀 好背下来 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两个题 看一下 如何用这个法则 来往后翻 翻到107页 107页有个例9 这个题啊 说Y等于YX 由参数方程所确定 求二阶导 那显然 二阶导也得先求一阶导呀 所以来 DY比上DX 就是这个一阶导哈 它等于谁呀 一阶导 背公式等于Y对T求导 等于Y对T求导 除上X对T求导 于是Y对T求导是谁呀 Y对T求导 那不就是A倍的 一没有了 负的cos 就导是谁呀 变成正的si了 对不对 好 那么除上X对T求导呢 X对T求导 那就个A倍的 然后是谁呀 一再减个cos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参数方程的一阶导 然后呢 那A和A消掉 那就是落一个 上面有个sinT 下面呢 有个1减个cosT 好 这是一阶导 然后来 二阶导 注意哈 那二阶导就是对X的求二阶导 二阶导就是一阶导 再去求导数 好 对谁求 答对X的求 DX 把一阶导拿过来 这不是DY 除上DX吗 好 那么往下套 那一阶导是谁呀 已经求过了 这是DX 一阶导就是这个sinT 再除上 是不是一减个cosT呀 但是我们发现了 这里面是谁的函数 是不是T的函数 现在对谁求导 是不是对X的求导 是不是变量不同一呀 你谁的函数是不是对谁求 所以T的函数干什么 应该对T求答应 所以再多走一步 这样来写 我就让你对谁求 我就让你对T求 你是T的函数吗 所以这是sinT 再除上 一减个cosT 然后呢 再乘个谁呀 再乘上一个T对谁呢 是不是T在对X的求呀 这是个道理吗 相当于把这个底T 是不是消掉的意思呀 好了 那么往下再走吧 又该等于谁了 又等于谁 开始背 那么前面求导 是不是按照商案 优除非 前导 上面求导 是cosT 然后乘以下面 叫 我写在下面 上面求导 下面不要动 是不是在减个cosT呀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写不下 好 我等往下走一步 那又该等于谁 前面被杀 上面求导 落一个cosT 下面不要动 是不是一减个cosT呀 然后减掉 上面别动 下面求导 下面求导 负的cosT 就是正的3 所以减个谁呀 是不是应该减一个 sin的平方 就行了吧 再除上个谁 下面的平方 叫一减cosT的平方 他就完了 再乘个谁 是不是再乘个T对X的球导 T对X和X对T 是不是插到处呀 来看 X对T是多少 X对T是不是这个地方 你看 X对T球导 是不是A倍的一减cosT呀 所以这来个谁 A倍的一减cosT 来个什么呀 倒数不就行了吗 对吧 T对X X对T 插到处 于是最终整合一下 最终写一下 那就是这个A倍的一减cos的几字方啊 是不是A倍的一减cos的平方了吧 一减个cosT 这是不是有个三字方了呀 上面是多少 上面大家看 是不是cosT再减个cosT的平方 再减个cosT的平方吧 那就是谁呀 那不就是cosT再多减个一这件事情吗 那再消掉一下 又等于谁 负的 然后呢 落一个A倍的 是不是再来个一 减个cosT的平方 是不是再分之一呀 走了 这就是参数方程的二接到这件事情啊 这个地方要搞清楚 怎么说出来的 是对X的球啊 中间要引入这个底梯哈 所以我们可以 在书上呢 就是这个 往前翻 106页 106页最利期的上面 利期上面有个4-5 这就是谁呀 就是参数方程的二接到 这个公式不要背 太长了 怎么背 就背我这个东西哈 被这样背 或者说呢 你这样把它抽象出来 就这样写 参数方程 DY DX方 二接到等于谁 利期被 等于一接到对T球 拿这个一接到要对T球哈 拿你上面球过的 DY除DX 一接到对T球 然后T再对谁呀 是不是 然后T再对X球吧 再来一个T 一再对X球 这就行了呀 这就是将来大家参数方程二接到 应该最喜欢背这个公式 而不是输上那个公式 就这样来哈 二接到等于一接到 一接到对T球 再乘T对X球 便是参数方程二接到 这个地方应该知道哈 知道这个原理啊 好这是我们回答的参数方程 球二接到 然后来 再看一道题 106页 利期这个题 这个题又是椭圆 这个椭圆是这个参数方程 围成的哈 已知椭圆的参数方程 求什么呀 帮我求 这个椭圆 在四分之派点切线方程 好 那么要想写切线 还得求谁呀 还得求一接到 那来吧 DY比上DX 等于谁 背公式 一接到就是Y对T球党 比上X对T球党 那么写 Y对T球党是谁呀 那不是A倍的cosT吗 X对T球党呢 那不是负A倍的sinT吗 对不对 所以一整理等于多少 负的cosT 对不对 好了 然后呢 要想找斜律得找到 那你看看 这一个是 这一个A是一个B是吧 这是A倍的cosT B倍的sinT 所以他写个谁呢 写个 下面呢 是A倍的Y对T 这是B 这是A不动 这个地方A不动 然后呢 真的是个B 是个B 所以最终等于谁呢 负的A分之B 所以最终的导数就是负的A分之B 当然了我们求哪个点呀 是不是求四分之π这个点呀 求T等于四分之π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T等于四分之π吧 那一出就是谁呀 是不是就直接剩个负的A分之B了呀 这就是我们的斜律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也是研究谁呢 研究T等于四分之π这个点 好 斜律有了 往下干什么呀 找切点 那并且 X等于多少 那X等于 这个 是不是A倍的cosT 那让T取了四分之π 那就等于多少呢 四分之π 是不是二分之根号2呀 所以有个二分之根号2A 那Y呢 Y是等于B倍的三T 再等于T取四分之π 应该等于二分之根号2B 做切点 于是切线方程出来了 叫Y减Y0 那就是二分之根2B 等于K倍的 负的多少 K倍的是不是负的A分之B了呀 负的A分之B 然后来个谁 X 再减个X0 叫二分之根号2 来个A 做完了 这就是你的切线方程啊 Y减Y0 等于K倍的 X减X0 那你整理一下 就是最终答案 也计 叫BX 再加上一个AY BX加AY 等于谁 等于根号2 然后再来个AB 切线方程 那你看 各种切线方程都要会写 写切线方程 就是算邪律 对不对呀 你是隐含数 我就按隐含数求导数 你是参数方程 我就按参数方程求导数 对不对呀 完全类似呀 好 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第四小节 隐含数和参数方程的导数 比较简单 这一章就没有难题 这一章最难的就是第一小节 叫导数的定义 那是个难点 其他的地方都是基本功 比如什么各种求导数 反函数 隐含数 参数方程 还有什么呀 符合函数 还有高节导 对吧 各种导数得得会求 这里面 要说求导最难的 莫过于高节导数 就是第三小节 N节导数 好 关于求导 咱们就到此结束 我们再稍作休息 咱就进入 这一章 最后一小节 一个基本的概念 叫导数的维分 维分是什么 为什么要研究维分 我们留到下堂课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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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